《妙法蓮華經》 《妙法蓮華經》四要第三次的研討 師父 各位法師 各位菩薩 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要接著上個禮拜 對於《妙法蓮華經》 要把經題解釋完畢 跟五重懸議 如果說五重懸議解釋完了 其實這一部經的整個大藥內容 都會有一個掌握 思想 修行方法 都知道它的重點所在 我們上一次只講了《妙法蓮華經》的《妙法》 兩個字 什麼叫妙法呢 我們用二妙來解釋三法 二妙就是相代妙 絕代妙 三法就是佛法 眾生法 心法 用這三法來包括一切的萬法 我們平時會說明佛力不可思議 那個是佛法妙 眾生業力不可思議 那就是眾生法妙 心力不可思議 這個是心 佛 眾生都在同樣的力道當中 哪一邊會成就呢 中間的枢紐點就是心法 看我們的心方向是朝著佛法前進 還是朝著眾生業力方面的種種籤 這個關節點是在心法上面 依照本經來說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說到本門的十廟跟基門的十廟 然後運用在修行上面有觀心十廟 廟就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 不可意 沒有辦法用我們的第六意識心 想得到 想得出來的 就是沒有能力 心思 那口意呢 既然想不到 那口也沒有辦法談論 說不出來的 既然想不到 說不出來 可是還是要表達它的意義 內容 是如何的妙 妙在什麼地方 透過前面講的法 三法的妙 本基關心的十廟 實在還是沒有辦法的時候 就是用比喻來說明 蓮花就是比喻 比喻什麼呢 比喻妙法 在蓮花上面的意義 我們能掌握的 大概也可以摸索到一點 什麼叫做妙法 那麼蓮花 我們所謂的蓮花 跟世間的這種所謂的睡蓮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屬於荷花 那就是一定要有蓮子 這種蓮花 那為什麼要這種花呢 它所代表的含義 第一個蓮跟花 兩個是不一樣的解釋 蓮 主要講的是蓮子 我們夏天吃的那個蓮子 那個蓮子 那蓮子有很多在上面 那是表果 因果的果 那蓮花花瓣 不管是什麼顏色 不管是它有多大小 它的花瓣是表示因 所以我們時常說你供花 供果 佛前的供花 那就是表菩薩的因形 你的花 修因如果是很慎重 很純正的話 那得到的果 也是相應的 那果 水果 就是代表所證的果 所以蓮花這兩個字呢 其實是含因含果 而我們世間有諸多的花 諸多的果 為什麼我們要用蓮花來表妙法呢 當然在智者大師的解釋裡面 他說用蓮花的意思裡面 就有它的殊勝處 當然他把很多世間的花果 都做了一番的了解 譬如說有的花 它是有花無果 無花果 那有的一花多果 多花一果 種種的 各類的 它都把它列下來 那因為比較多 我們就不說 我們今天只就我們佛門裡面 為什麼要用蓮花來代表 我們都稱蓮友 蓮色 我們要去 極樂世界是聯邦 那麼將來做的位置呢 我們是做什麼 蓮台 都用這個蓮來表示 它有它法上面的意義 就是這個蓮花 它是很妙的 那妙在什麼地方呢 在廟學裡面也講了很多 我們只提兩個 我們一般最常說的 就是這個荷花 就是蓮花 第一個 它花果巨多 那我們看到祖師大哥 佛菩薩他們是在觀察 世間的這個植物類 動物類 他們就觀察的很威脅 他說只有蓮花呢 它是屬於第一個 花果巨多 就是它的陰 陰地上面那個花開的那個花 那個花的花瓣 主要就講到花瓣 它花瓣很多 然後裡面長的那個蓮子 你不會只長一顆蓮子 你這個上面就有很多的蓮子 看你的花的大小 所以花的大小裡面又有世間 在經典裡面上說 世間的蓮花是只有幾十頁 然後天上的蓮花呢 就是幾百頁 那佛菩薩的蓮花的話 就可以上千 千葉蓮花 那這個表 你的心力 心量還有修行的功夫 那當然數量等倍的增加 顏色 光明都有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它的花瓣是多的 所結的果也是多的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在修行過程當中 花不是陰嗎 那你因要修萬恨 就是菩薩道不捨一法 所有的都要修 因修萬恨 法能無量 誓願學 因修萬恨 然後因為你的因修萬恨 果成萬德 那個萬當然是代表一個樹木字 就是說很多 無量無邊的意思 你在陰地裡面 所有的萬恨其修 萬恨都圓滿的話 那麼果地上成佛以後 就是成就無量的功德 所以我們在大殿一般的寺廟都會寫什麼 萬德莊嚴 那這個就是蓮花的意思 然後第二個蓮花它很殊勝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是花果同時 也就是說世間上的那個花 有的正常的先開花後結果 當然也有先結果後開花的 但是蓮花它是花果同時 這是非常特殊的 就是說當你有蓮花在生長 不論它多小 含苞也好 正在開的蓮花也好 它同時它的那個蓮子 在裡面就已經形成了 所以因跟果是同時的 不需要中間經過時間的醞釀 時間的成熟 那這也表示原教的修行裡面講 我們時常說到的 因該果海果徹因緣 那這句話呢 其實是清涼果師 就是華元氏主 清涼果師他所說的 就是因果同時的時候 因中有果 果中有因 因果兩個是同時的 那蓮花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它的特徵 所以我們在這個法上面來說 它的妙的話呢 就是它第一個花果居多 第二個它花果同時 也就是說它的因果 修因治果是同時的 那這是一般講蓮花的意思 那這廟法蓮花經裡面的那個蓮花 然後我們講 特徵 特徵什麼呢 特徵 後面有四個字 全、實、本、基 這四個字 用這個四個字 來發揮這個廟法蓮花經裡面 所要說的教義 含有因果的問題 那什麼叫做全 什麼叫實 然後我們講全巧方便 那既然講全呢 就是針對著實來說 就是實在的真正的實相之理 那個實相之理沒有辦法顯現的時候 只好用一些方便善巧來讓它顯現出來 所以我們會有說全智、實智 智慧有兩種 一個是叫做全智 一個叫做實智 昨天的進行品裡面 智守菩薩表全智 文殊菩薩表實智 所以你的全智就是運用出來的全巧方便 必須要依靠你後面有實智 所以你的方便裡面要有一個本意、真實意 不離開那個真實意 但是那個真實意顯不出來的時候 或眾生沒有辦法領受、得到利益的時候 它程度沒那麼高 你只好運用一些技巧 你要叫眾生學佛 釋養魔理佛當師 他也沒有說一來就講實法 他前面的三教 就是藏、通、扁 其實通通是全教 那為什麼要講全教 就是彰顯後面的實教 我們講世間法的時候 眾生你要讓他學佛 你一來叫他 你不要吃肉 你不要貪財 你不要什麼 他不敢進來了 然後又不能學佛 沒有學佛的意義 所以你只好順著他的習氣 最先可能可以跟他說 可以吃肉 你吃個三勁肉 那吃三勁肉就是全 那為什麼要吃這個全呢 就是讓他進來以後自然而然 他研究教理以後 自然的肉他就會漸漸漸漸把它遠離 那這個就是一些方便 那這個就是一些方便 所以有智慧來說的話 是全智跟實智 那因為教理來說的時候 是全教跟實教 我們講四教義裡面 全三教全部講的是全教 就是方便三教 慢慢先以利勾籤 後令入佛制 你施權的目的 後面有一個主要目的 你不能施權 為施權而施權 然後跟著方便 就跟著到五於六成去了 你是要抓他回來的 所以先隨順他一下 那個就是權 所以後面會有一個大原則 是你心中很清楚的 那個就是實 然後根基就是淵門來說 就是本門 本門 這個是人來說的話 就是釋迦牟尼佛一代實教裡面 他所呈現出來的 在前面的三教當中的那個 那尊佛 那尊佛呢 在法華經裡面講 那個通通是屬於基門 就是視線 我們常常會說 視線成佛 為什麼講視線 就不是本來這樣 表演一下 那個就是基 那他的本是什麼樣子 你要有相當的程度 你才從基裡面 會看到他的本 要不然你在基上面 橫基上面 沒有程度的話 你是進不去 不知道 你會被他的這個 屬於前橋的視線 僅止於那個基的部分 所以本基是講人 教化的 所以基是應基視線 它是約身約位 什麼叫約身呢 就是佛身 佛身裡面 如果是實報莊嚴土裡面的 莊嚴的圓滿報身 那就是本實 但是呢 如果本那麼高大 那麼莊嚴 一般的凡夫看不到 要讓眾生學佛 他必須要 就是降低他的那種莊嚴度 視線到我們可以看到的 可以接受到的 所以他就變成要有 硬化身 因以合身得度者 他就現合身而畏說法 那我們如果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就不會去執著說 觀世音菩薩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 因為那都不是他的本嘛 那他三十二硬身硬化身都是基 硬基視線 你應該現男生 他就現男生 你應該現一隻豬 那他就現一隻豬 所以硬化身 所以這是約身來說 那個本跟基 那約位來說的話 就是修行的佛果 我們講說佛 原教的佛果 就是圓滿爆身的佛果的話 無量莊嚴的佛 阿彌陀佛有八萬四千像 一像有八萬四千隨行號 一隨行號有八萬四千光明 那個就是原教的佛果 那就是本 那如果基的話 就是事情我們能夠接受的程度的話 像釋迦摩尼佛 我們講是藏六精神 就是全教 或者是藏教裡面所看到的佛 所以我們從在這個地方的表裡看到的話 要我們形象當中知道釋迦摩尼佛 然後從出家層到轉法輪入涅盤 那個是在法法經裡面就很明確的 那是本門還是基門 那就是基門 那既然叫基 本是一 基就是應眾生的需要 所以有多少釋迦摩尼佛 就是無量無邊的釋迦摩尼佛 當時道宣律師 他是戒律清淨 所以天人送共 護法送共 因為他沒有見到釋迦摩尼佛 在象馬時代 所以他有一些問題 他就會問天人問護 因為他們壽命比較長 所以他們會碰到過釋迦摩尼佛 在世的時間 所以道宣律師曾經問過 釋迦摩尼佛現在到哪裡去了 他現在已經滅渡了 然後他現在跑到哪裡去了 在哪裡紅化 那個天人就問他 你是問哪一釋釋迦摩尼佛 就好像你本釋變化很多的身份 去表演 你可能在台北表演 台中表演 高雄表演 同時表演 表演不同的身份 你要問說你在哪 你是要問哪一釋 所以我們在《畫法經》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這一類的痕跡 所以這個就是《整部經》裡面 所說的就是全食本機 全制實制本門機門 由蓮花來表法 那麼蓮呢 蓮我們剛剛說的是果 所以蓮表的是實 全食的實 花是因 所以表全 那本機來說 蓮是本 花是機 又因果同時的話 這裡我們就會了解到 全食不二 本機不二 這個都是同樣一件事情 但是呢 怎麼樣表現出來 然後它後面有所根據的部分 那就是在這部經裡面 所說的整個的意理重點 都在這個地方呈現出來 那我們講《廟法蓮花經》 講到蓮花的殊聖 那怎麼樣呢 表現出它的妙呢 就全食本機 全食本機當中 又根據蓮花的三個過程 智者大師 就像師父說的 這些組織大的 怎麼又有辦法 發揮到意趣意理 這麼樣子的琳瑯滿目 非常的豐富跟深奧 那我們只是擷取它一部分 很少的部分 很小的部分 上次講到妙 各位說 有點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會來想想 因為我們聽經聽太少 我們訊息不夠 所以你覺得很陌生 你這個人看一次 你十年再看一次 你當然很陌生 你如果天天看他的時候 不懂至少那個名相 也會有一點熟悉 所以熏悉是很重要的 要強迫熏悉 智者大師他就是要表示 全食本機的教化過程裡面 用蓮花來比喻 主要是蓮花的三段過程 也剛好是機門跟本門裡面 所說的全食教義完全相應 這是智者大師所闡述出來的異理 那我們現在用蕭文 大概看一下這個表 這個表如果是天台的人 是很熟悉的 不會困難 那我們就解釋一下 第一個過程 就是你種蓮花的人就知道 當然我們現在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現在比較屬於景觀性的 我們種蓮花是為了要觀賞用 看蓮花很漂亮 不是為了要蓮子 以前的人他不是 他不是為了觀賞用 農家他為了要收成蓮子 所以他種蓮花 所以第一個過程就是為蓮固花 就是為了要蓮子 他要收成蓮子 所以他去種蓮花 所以這個是為蓮固花 那你種下去 那花伸展出來的時候 第一個階段 雖然蓮子已經在裡面了 可是他如果還是含苞的話 你的蓮子是看不到的 你看到花 花還沒開嗎 所以那裡面的蓮子 你是看不到 那我們現在講 那個蓮子是表什麼 表實 表本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積 全 還在 今天工作很辛苦 我很擔心你們 所以為蓮固花 但是蓮子其實是看不到的 這個我們了解 那麼佛的教法裡面 在基門 就是現在你看到 釋迦牟尼佛 一代的教法裡面 他是為實實權 所以一來講實的話 我們聽不懂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他就施設 教法裡面 他施設很多的拳腳方便 那施設這些拳腳方便給眾生的時候 眾生知道實嗎 不知道 你口說的我就照著做 那就是聽你的 可是你心裡真正的意思是不知道的 就好像那個 為蓮固花 那個蓮是看不到一樣 那我們現在看到佛的教化裡面的那些拳腳方便 其實我們沒有那個智慧去知道 佛的那個實意是什麼 你說願解如來 真實意 在為實實權的這個階段 就是佛的基門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我們實在是不知道 但是被教化的眾生不知道 但是佛的心意 他施權 他是為什麼呢 他是意在於實 第一個階段 跟第二個階段不一樣 第一個階段是說 我放這個方便給你 其實我本意裡面 我是有實的內涵 可是我不說 我是跟你勾你勾你 但是我心裡面有一個實 所以意在於實 但是沒有人知道 唯佛與佛乃能究竟 只有佛才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這個是基門裡面 為實實權的教法 在本門裡面就是他人 我們剛才講人 佛的身 佛的位置裡面叫做 從本垂機 你視線那麼高大的佛身 我們這是牛羊眼 人眼 螞蟻眼 就是看不到 所以他必須要縮小 他必須要視線到 跟我們的頻率一樣的 那他是從什麼地方出來 從本垂機 視線的那個樣子 是從他的本地風光裡面 所展現出來的 那我們看到的基 你如果了解的話 基必有本 基也寒於本 可是佛只難知 佛真正的心意 在第一個階段是沒有人知道的 就像蓮花的那個蓮子一樣 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不知道 佛的真正用意 在經裡面說 尼勒不是 就是等覺菩薩也不知道佛的真正意思 更何況我們距離佛的那個層次那麼遠 所以這個是在第一個階段裡面講 為蓮固花 第二個階段的話 就是花開蓮線 不可能那個蓮 就一直都在包裡面 你會去長養它 長養它 你為了長養裡面的蓮子 你就是讓那個花長得越大 越有養分 所以你看花越來越大 你也會知道說裡面的蓮子 也漸漸的長大 所以呢 在表面上來看的時候 你是以花養蓮 你看到的是花很大 其實目的是在蓮裡面 所以佛開始要教化裡面 它就不只是未實施權了 它已經把眾生調教到 你不能老是再吃那個三斤肉了 開始要告訴你說 健康也很重要 吃它半斤還它八兩 因果報應的道理 所以就開始要選一點真實意 是一點點而已 所以就是開拳顯實 開這個拳顯這個實 要能夠顯現出來 這個是在教化的第二個階段裡面 就是屬於經典裡面 我們時常會說的 開方便門是真實相 我們第二品叫做方便品 方便品不是在教我們怎麼樣去方便 方便品裡面講的就是 要把方便品裡面的用意打開 為什麼它要施設這樣子的語言社教 目的在哪裡 要是真實相 所以能夠在旋裡面 你看到它的實 以前沒有人知道 現在要把它開 開 所以我們要講到開是物入那個開 這個開 這是一個機緣成熟 機緣到的時候 你要把那個法能夠說到真實的時候 要把那個法展開出來 要把那個全法 全法的用意把它撥開來 然後讓你看到裡面的那個簾子 所以在這個階段當中 雖然實已經漸漸出來了 可是它的重點還是在全門裡面 告訴你這個是方便 這個是方便 這個方便 然後認識這些方便以後 讓我們去探究你的真實在什麼地方 所以是開全顯示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開是全顯也很重要 你開了全沒有顯示 那就不是佛的用意 開了全以後 打開來以後 讓我們看到那裡面的簾子 你要確實看到簾子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就是實相真實 漸漸的透露出來 這是在機門 那如果在本門的話 前面是從本垂機 現在是開機顯本 告訴我們說 那是視線的 那是視線的 我告訴你 我真正的身份是什麼 以前是乞丐 我告訴你 我是王子 乞丐王子 你看到的是乞丐 他真實身份是什麼 是王子 所以在這個地方是開機顯本 那麼在這個程度 就已經相當深入了 那我們眾生 因為前面 彌勒都不是 要到這個地方 有能夠了解的話 要有相當的福報 善根跟因緣 觀音菩薩裡面 三十二應生 當他在硬化的時候 幾乎沒有人知道 他是觀世音菩薩 必須要等到事情過了以後 才會知道說 原來是什麼 觀音菩薩的視線 像餘蘭觀音 當時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一個提餘蘭的 男子的女子 腳好 姿色非常的美 所以大家來尋求他 用這個方便開拳 讓大家去背法華經 背完了以後 他會架他 然後就淘汰掉一些 到最後 真的要取進門的時候 他就視線死掉了 一死掉的時候 天上現觀音菩薩的像 所以那個余蘭女子是什麼 雞 當他視線雞的時候 你不知道 他要到英元 到這個第二個 花開連線的時候 他要開機要顯本 那這個是我們在很多的 歷史感應記裡面 都會看到像風乾 徐德 或者是韓山 這個都是雞 但是他的本尊身份 都要等到他要走的時候 才把那個本寫出來 所以這個是開機顯本 那本經裡面其實最重要講的是什麼 講釋迦摩尼佛的開機顯本 釋迦摩尼佛他不是這一生才成佛的 我們看到的是 六年苦行 樹下成道 四十九年說法 種種的 在本經裡面說 釋迦摩尼佛成佛以來 已經無量無邊的阿神奇劫 那在《方網經》裡面說 在《方網經》裡面說 《無賴世界》八千返 就來這個世界 不是釋現其他身份 而是釋現成佛已經八千次 那還是全 其實無量無邊的時間裡面 其實無量無邊的時間裡面 那個是成佛以來 到現在呢 他那佛壽都還沒有進 用完 佛壽無量還沒有用完 所以九遠成佛 如果說是茄爺成道 菩提術駕的那個成道 那是進 那是積 九遠之前呢 真正 真正的時呢 是早就成佛了 這是在本經裡面所說的 第二個 大概知道一下 把那個全方便 稍微能夠剝開一點 看到一點真實意 看到一點本尊 但是還不究竟不完全 蓮花開了 花開了 看到蓮子了 但是還沒全開 看得到 但是還沒全開 要到第三個階段裡面 就要說花落蓮成 我們看那個蓮花 我們就會看到 到最後呢 那個葉子就 一半一半的掉落下來 那通通掉光了 那個蓮子 就完全呢 看到它的成熟 所以這個是花落蓮成 到這個時候呢 只有蓮 沒有花 就是只有實 只有本 只有果 這些呢 通通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第三個 那本經 法經裡面的妙 它除了告訴我們這三個 未實施權 開權顯實 最重要的 是講的是廢權曆實 就是廢權曆實裡面 講說正直舍方便 但說無上道 它就不講前面的那些過程了 它直接講真實意 直接顯示本尊 真實的樣子給我們看 那前面所說的教法呢 藏通別 它說唯有原才是真實的 前面講的 五聖佛法 三聖佛法 全部都是全巧方便 在法華經裡面說 唯有一聖法 無二亦無三 就是三聖五聖的佛法裡面 都是佛曾經講過的 告訴我們說 那個是全巧方便 講到真實的話 是只有一神法 那三聖五聖的佛法 是什麼呢 全 我在基門的時候所說的法 所以這個是在法華經裡面 就是講實 講本 講一聖法 講真實法 所以它是講廢基立本 就是你對本已經了解了嘛 那個簾子已經呈現了 看得完全很明瞭的時候 看到實了 我們還施權 還施基 可是已經不迷於權 也不迷於基 第一個階段的時候一定被迷惑 因為你看不到嘛 看不到實 所以你對那個基呢 你就是認為它是真實的 所以是因為本現現現出來以後 對基都了解了 對權法都了解了 所以已經不被迷惑了 那寒山看到實德 實德看到寒山 就跟我們看到寒山跟實德的眼光 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兩個都什麼 都在本上 他不會迷於基 我們都迷於基 所以我們會認為這兩個都不進早店 都在那個地方 我們在宋界裡面 還在那邊嘻嘻哈哈笑我們 可是他們兩個彼此都會很呼應的 微微一笑 所以這個是他們本彼此都是欣欣相應的 所以這個是到廢基立本的第三個程度 所以廢基立本 廢權立實 必須要透過前面的開拳顯實 開基顯本 就是拳腳方便是站在實法上面 有必須要施設的 你不能說一來就給我實法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直直的跟我講就好了 直直跟我們講我們就迷啊 那在法華經裡面有很多的比喻 譬如說 在玉玉坪裡面 就有那個火仔三車玉 就是這個地方 這房子已經起火了 已經很危險了 無常要到了 那麼這個長者是佛 他知道危險 他為了救他的這些親生兒子裡面 他叫他們趕快出來 他們那些是嬉笑而已 哪裡有危險 什麼叫火不知道 就在那裡笑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你拉又拉不出來 就告訴他 他知道 長者知道你的兒子 原來喜歡什麼東西 就跟你講 門外面有什麼東西 所以勾引馬性圈 勾引你出去 那他知道你喜歡什麼東西 每一個人喜歡的不一樣 所以如果喜歡洋車的 跟他說有洋車 有喜歡牛車的跟他說外面有牛車 喜歡路車的跟他說外面有路車等你 所以每一個人 愛吃鹹的跟你說外面有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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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了要在那個東西 火不火不管 反正喜歡那個東西就奔跑出去 當你已經脫離這種火窄的危險的時候 你要去跟他要這個東西的時候 長者等給一車 就是也不是給他牛車洋車路車 還給他什麼 大白牛車最好的 那大白牛車是什麼 一勝法 一勝法 那就不再給他全了 他直接 我的本意要給你什麼東西 大白牛車直接給你 那大白牛車幹什麼 這是比喻 所以大白牛車就表示一個叫法 這叫法就不再通過障通別 不用再這個五庭新觀別項念 總項念 不用再經過這一些調停 五庭新觀裡面你多貪眾生要什麼觀 不敬觀 那多稱眾生呢 慈悲觀 那是要針對他的根系 你多貪眾生的時候 你不能給他慈悲觀 如果多貪眾生你給他慈悲觀的話 他那個愛水一天到晚流啊 那是叫做每一個的根系不一樣 所以要給他這個各種的藥 可是到法華的時候 他不是的 他就一個藥 大白牛車 他直接一個藥 他告訴你 你前面那個洋車牛車路車 你都不要坐了 你直接坐大白牛車 為什麼直接坐大白牛車 他告訴我們說 成此保慎 直至道場 這是法華經的功德 所以你只要坐上去 到哪裡去 直至道場 直接成佛了 而且成的是原教的佛 不用走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那個路 所以這個是這一部經裡面 其實他要的是在這個蓮花比喻妙法裡面 三個階段是眾生的根基會呈現出來的 但是佛的真實意是在什麼地方呢 是在第二個的開權顯實 開基顯本 而能夠達到最後的廢權歷史 廢基歷本 所以這一部經我們如果去送的話 我們會了解到 他有種種的這些意趣在裡面 那太曲達師說 這一部經文字很淺 就是文字你看好像都在講故事一樣 可是千萬要知道 你不要小看它 裡面的意義非常的深 它含的法意非常的深 所以你要去知道它為什麼這樣抵禦 包括剛才我們等的國宰山車域 然後我們要看到那個性潔品裡面那個窮子域 貧窮子域 那雖然它原來是長者子 可是它明明現在是窮子 那是指誰呢 是指我們啊 那我們是什麼狀況呢 原來是實 是佛子 在蓮花裡面看不到 看不到 所以透過開拳顯實 廢權歷實 你才能夠把真正的身分顯露出來 所以他在這個性潔品裡面 那個窮子域講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因為那個窮子要回家 回到自己家的那個過程裡面 他還要透過種種的引導裡面 那長者叫他說你趕快來做大作 給你珍珠流泥瑪瑙 他說你不要害我 我只看你做一些卑賤的工作 你只看卑賤工作怎麼辦呢 固辱除憤 就是你喜歡做什麼 掃廁所 掃廁所 所以給你掃廁所 你說這是我該做的我會做的 我心安理得的 所以安於除憤 然後再漸漸的調教出來 那麼這裡面要講的是什麼 除憤 那個憤是什麼 見失禍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叫他先把那個見失禍 漸漸的除掉 除掉以後再給他一點財產 去管出納等等過來 那這個東西有經過 透過帳通別緣 這樣子漸漸的引導 然後到最後再付財 就把那個財產付給他 其實叫做財產付給他 告訴我們的說 其實他本來就是職 窮職不是窮 是佛職 那個職是指佛職 而現在不是佛職 變成窮職 所以說這裡面的比喻都有很多的 我們沒有法 平生平生 出家人叫平生 其實不是說沒錢的出家人 是說叫做沒有法的出家人 叫做平生 所以在畫法經裡面 什麼叫平 什麼平 無法叫做平 無法叫做窮 那這個如何能夠把我們原有的自性功德顯露出來的話 那這個就是我們學畫法經裡面 能夠一來直接進入食的部分 要怎麼樣能夠契入 這是法法經要講的妙的地方 所以妙法蓮華經 那個經 那個經 一般來說 有貫赦藏法 這個解釋 那就是用紋理 整個貫穿過來 怎麼樣叫貫呢 我們下次會講這個 法法經雖然我們說飾藥品 但是二十八品的那種貫穿前後呼應 我們大概會簡單介紹一下 色就是色受 色法裡面 這個法是不變的 是教法裡面 最重要它是氣經 就是氣禮 氣經 所以所說的法呢 這個裡面是佛所說不變的真理 叫做經 在中國的話呢 聖人說的是經 四書五經 那聖人說的就不能改了 孔子說 歸你子於小人難養也 現在人很不服氣 不好意思 這個是孔子說的 所以不能改 不能方案 因為這是經 那如果是賢人說的呢 就叫子 所以我們中國有二十二子 孟子 荀子 那是賢人說的 那就可以 可以稍微討論一下 所以我們佛門裡面 佛所說的叫做經 菩薩所說的叫做論 為什麼叫做論 你看彌勒菩薩所說的 就叫做論 為什麼叫論 可以討論 我們還可以討論 你說的我不贊從 那我們怎麼樣 我們叫來辯 所以要辯經 是越辯越明 這一部呢 廟法蓮花是佛所說的 所以是經 那麼這一部經呢 是闡述本基全實之法 好像蓮花之微妙 甚深不可思議 所以叫做廟法蓮花經 那這個是法慾立題 所以這裡面有法是妙法 有比喻是蓮花 所以這一部經的經題 就是廟法蓮花經 那這一部經呢 自從究魔羅實翻譯出來 還有前面的正法化翻出來以後 受詞讀宋研究的非常多 那很多人都很喜愛這部經 它也形成一個很強大的流通 幾乎學佛的人 除了金剛經 彌陀經之外 這個都是究魔羅實翻譯的 那法蓮花經算是部數比較大 但是我們在正旦 還是很多人很喜歡受詞這部經 因為它的文字也很優美 那因為很多人受詞 很多人嚴教 所以它的感應也非常多 很多人修這部法華經 有許多他們的靈命意 就是感意的事情 所以有法華實驗祭 就是他修持這部經 修行裡面 而得到的佛菩薩的感應 那跟今天蓮花有一點關係的 就是在這個宋朝紹興年間 那有一個奉化 浙江奉化 有一個趙母 就姓趙的一個女 等於是官人家的父母 那她的學佛 術、石、化、化、化 每天都讀《化、化、化經》 那因為她是官夫人 所以她都會有服侍她的婢女在旁邊 然後她是送出身的 授辭經典你要得到利益 第一個你要公敬 第二個你要赦心 第三個叫誦經 既然叫誦經的話你要出身 因為出身裡面天龍八部 貴神都在聆聽我們的授辭法的內容 所以她讀經的時候一定是送出身的 我看這裡面我想到說 古來誦經都是出身的大多 因為六祖大師 她也是聽到人家誦金剛經 那也是誦出身 她才當下有一些領悟 真正開悟是到五祖那裡 可是當時她有一些領悟裡面 她是賣財的聽到人家誦經 那麼我們聽到天清菩薩 天清菩薩她從小轉大 她本來寫小乘法 後來會轉大的時候 是五祖菩薩把她召回來 全巧方便說我病得快死了 趕快來看我 來了以後她不見面 叫人家在旁邊送什麼 十地經 送十地經的時候 她聽的時候知道自己錯了 你執著小乘的這個教法裡面 失掉太大的大法的利益 所以從小聖經轉成大聖的重要論詩 那她都是聽到旁邊聽到人家在誦經 我們聽到人家 人家誦經 我們必而言之 但是你誦經你要好聽 你跟誦經像鬼哭狼嚎一樣 那就是 你沒有辦法感動人 所以這個 趙母她在誦經 她每天誦 她旁邊那個侍女 就要在旁邊拿水拿毛巾 就等待要服侍她的時候 所以每天就聽她誦 整部化學經那麼多 那這個誦女可能文字基礎也不是很好 所以她什麼都沒聽到 五萬多字的化學經什麼都沒聽到 她只聽到詩句 詩句是哪詩句呢 法師功德品第十九裡面誦的 就是你送化學經裡面 你會得到六根的功德 那六根的功德是哪一些呢 她就一個一個講 其中有講到那個鼻根的功德 如果送化學經 你會得到那個鼻根的八百功德 你會聞到什麼呢 你聞到青蓮花香 白蓮花香 花樹香 果樹香 她可能念得很節奏很莊嚴 每次念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鼻根就很喜歡聽這四句 所以當時很喜歡這四句 她出去以後做什麼事情 抹地啊拿水啊什麼的時候 她就只念這四句 哪四句 青蓮花香 白蓮花香 花樹香 果樹香 所以她不是念阿彌陀佛 她是念這四句 所以一輩子 人家越念越歡喜 越念越歡喜 所以她後來往生的時候 他們家裡給她埋葬的時候 她的墳墓上就生了青蓮花 就生了一朵出來 那這一個 這個是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講的是六根功德 六根功德在化學經裡面的修行 修行是在內凡時性位 化學經天台的菩薩修行位置 總共有八個位置 那麼八個位置裡面 從什麼地方開始修呢 從外凡無品位開始修 確實真正下去修 是凡夫而且是心有裏外 不是外道的外 就是你還不是很相應 所以努力去相應裡面 是在外凡還沒有正到位置 所以外凡無品位 所以那個叫做無品弟子位 開始修的啦 第一步修 所以這無品是哪無品呢 隨洗品 讀送品 說法品 尖形六度品 正形六度品 從這地方開始修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位置 從外凡無品位呢 就進入到第二個實性位 我們昨天講的進行品 就是實性位 就是內凡的實性位 內凡實性位又叫做什麼 六根清淨位 就是你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能夠得到什麼 位不退 位不退的位置 所以六根就有功德出現 所以有種種的神通會顯現出來 會師大師他就說 他的位置在這裡 智者大師說 臨重的時候人家說 那你八個位置你秀到哪裡 他說我秀到位置在這裡 我本來要到實性位 臨重太早所以跑到什麼 往下降一息到弟子位 智者大師 那我們要看法法經文 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是視線的啦 他真正的位置他不跟我們說 反正他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太驕傲 他告訴我們 他是在地子位裡面 那地子位裡面 第一個就是隨喜品 為什麼要把這個列出來 主要就是這個人的功德 是已經暗合到六根親近位的位置 就是這個婢女啊 他已經有那個鼻根功德 聞到鼻根功德的那種境界裡面 那個是在什麼 獨宋坪 獨宋坪 所以我們要從什麼地方開始修 天台的修法八個位置裡面 第一個 地子位裡面 吳坪裡面第一個先修隨喜 你說這個簡單 我會我會 你做什麼我都說 好好好叫隨喜 非也 真正的隨喜是什麼 對大法 對大法 對妙法菱花經 你聞到妙法菱花經的時候 你很歡喜 你不會說怎麼那麼厚 你不會說不知道在講什麼 很難聽 所以你要內心裡面湧出法喜 這是隨喜 要有這種法喜 要從什麼 要從文師修 聽聞 我們等一下講的 佛陰佛國的教理 從觀心 內觀心 外修 懺悔 這是隨喜品要修的東西 這個叫做陰陰 第一步 最頭先開始修的 因裡面的第一個因 所謂的第一個因就是開始修 修隨喜 我們要修隨喜 那修隨喜 世間的那個 你出五百我出三百 那個叫隨喜 不是喔 是要對法的隨喜 因為法而內觀心 外修懺悔 這是隨喜 然後對法的真相 要讀宋大法 說法的時候 就是知道多少 然後勸人來了解這個大法 然後間行六步 正行六步 由這個修到什麼程度 進入到實信 然後進入到實柱 實行實惠 像實定等決妙決 這是後面這個的部分 就是華言經裡面所說的 華言經實信位之前不說的 因為不夠進入到華言的境界 前面的 然後他覺得不穩定 實信位之前不穩定 那他不說明 最多只有用進行品這一類的來說明 那我們從這個法法不一樣 法法裡面講的 他是叫我們從內觀心 外懺悔 對法的大法的歡喜開始修 開始修 然後要有文勳文修文師 這種功德來進入 然後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時候 最頭先有了茵茵 這個茵茵是什麼 有妙法蓮花 有花有蓮 這個茵跟果是怎樣 有花有蓮 就是在這裡面就已經呈現了 雖然你看不到果 茵茵 然後由這個進入到實信 實信進入到實行 所以第一個是茵茵 後面的實信 對於這個五品位來說的時候 他是五品位之果 對不對 因為我們修五品得到實信位 可是你後面還要往前進嘛 所以你要進入到實柱 那麼對實柱來說的時候 實信對實柱來說 他又是茵 實柱是果 所以他當位來說 對前面來說是果 對後位來說是茵 所以呢 茵茵 果茵 茵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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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上面有寫的吧 我有沒有寫 有啊 茵茵 茵果 果茵 那到最後 等絕 等絕 就是要修成佛果的最後圓滿之因 到廟絕的時候叫做果果 就是成佛 成佛就是果果了 茵茵果果 我們世間時常講 哎呀 這樣都茵茵果果 茵茵果果在這裡面呈現 就是從隨喜品一直修到成佛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法 在這個地方要說明的就是 讀宋有這個岸河道廟的功德 就是說你如果進入到水喜歡喜讀宋熏喜的話 你很快的進入到什麼 慈性位 你六根清淨位 你那個蓮華就完全的相應能夠呈現出來 那所以呢 我們要做陸式弟子 叫做弟子位 這個要有這個身份證 開始要拿進來了 這個是廟法蓮華經 我們要講的第一個是世名 然後再來的話 再來就是賢體 那賢體就是實相為體 所謂體就是本體所依 那在佛門裡面實際上講那個實相 其實這實相是真實之相 真如真理 這個實啊 這個是真實的部分 不變的部分 一切法所依的部分 大聖法的法應 其實實相為體 所有的大聖經典 都一定依實相 所以任何一部大聖經典 你說它是不是大聖經典 你就看它跟實相相不相應 所以本經跟實相的相應觸道 非常緊密 因為我們進入到經文以後 你就會看到 它所說實相這兩字非常多 諸法實相裡面 你看 經佛放光明 諸法實相應 序評裡面 釋迦牟尼佛每一間放光 就是要表實相 為佛與佛 哪能究竟諸法實相 開方便門 示真實相 這個都是這一部經的經體 可是體很難能夠領悟 必須要從教法裡面 要能夠契入的話 那就要從後面的就是修正到體 因為你的修行實踐 而使你的實體呈現 所以下面就是講明宗 就是體式所有大聖經典都一樣 可是每一部經的宗 用教相就不一樣了 金剛經有金剛經的宗 就是修行方法 華元經有華元經的宗 修行方法 本經的宗是什麼 就是修行 主要說明 明就是說明表明 那表明什麼 表明修行的主要 要用什麼來修行 這一部經是講一成因果為中 所以如果從因因要修到果果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實教裡面 藏風別原 原教當中的一聖因果 既然講一聖因果 就不是四聖因果 也不是三聖五聖因果 那他因聖因果 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大概簡單解釋一下 因果裡面有界內的世界因果 我們講說善惡之暴 就是我們連現在這個善惡之暴 都不是很能夠讓眾生心悅臣服 好人哪裡有好報 壞人壞人都請錢多多名 未高高做事順利 好人諸多不利 那是不明因果 佛門裡面的因果 縱使是世界因果 都建立在三世 時間要拉長 所以我們基本上要講因緣 你現在會呈現這種情況的時候 是現在的這個緣 因為緣現出來是這個像 所以因緣 有這個緣成熟了 所以有這個善惡果報成熟 所以這個我們講緣起法 那這個我們不講世間 我們今天法華經講 處世間界外的因果要由淺到深 所以講因緣緣起法的時候 講過為世 有夜感緣起 阿賴緣起 真如緣起 法界緣起 那個因果是建立在什麼地方 第四個 法界緣起 所以時間是拉非常長 心地的功夫 不只往裡面拉到阿賴也真如 甚至拉到法界緣起的這個部分 那這跟華音經裡面 詩欣偉講的緣起甚深 那多怎麼生呢 法界緣起的緣起甚深 講的是在因裡面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 這就是一聖因果 所以一切是所有的眾生 所有的眾生都可以成佛 這是本經的一聖因果 在法華經沒有開顯之前 前面世教所談 沒有說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我講的這麼明確的是法華經 前面的教法講的 通圖教法講的是五種種性 就是你的根系 你的DNA 你的DNA 你的個性裡面 你是菩薩種性 還是聲文種性 原覺種性 或者是產體種性 產體是斷善根的人 那在法華經之前 聲文原覺產體 是不能成佛的 法華經講之前 所有的聲文 沒有一個人會說 我將來會是釋迦牟尼佛 平起平坐 不會的 他如果說我是歐羅漢 他沒有說他會成佛 那只有菩薩種性 他知道發菩提心成菩提果 還有一個不定總性 就是搖擺不定的 他可能跑到菩薩這邊 也可能跑到聲文原覺這邊 所以在前面的法當中 都是說明能成佛的 只有五種種性裡面的1.5 就是菩薩種性算一 不定裡面的1.5 3.5 是不能成佛的 前面三教裡面所說的 只有到法華經裡面 他講 一稱南謀佛 皆共成佛道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皆可成佛 一切眾生都有佛的DNA 所以這個就是因跟果是相應的 妙因妙果 不失意不生滅的因果 這個是一勝因果 所以為什麼我們稱讚法華經 叫做成佛的法華 這一部經講的就是講成佛這件事 那誰可以成佛 五性皆成佛 前面所講的教理裡面 只有菩薩可以成佛 只有善人可以成佛 沒有說惡人可以成佛 到法華經裡面 惡人可以成佛 前面說只有男生才可以成佛 女生不行 到法華經裡面說 畜生到也可以成佛 這都是法華經裡面 與其他經典不一樣的地方的殊勝處 就是他在講一勝的因果 所以我們方便瓶裡面會講 成佛的因果 建立在這個因因的時候 就是你只要隨喜歡喜 做任何一見 任何一見 跟法華有關係的事 結一個圓 那佛就給你受祭 最後的那句話 就是說 聞到這個法華經 都能夠成佛 你供一個花 供一個佛 供一個國 然後送一個經 只要有跟佛 跟法華經結過圓的話 借供成佛道 就是佛就受祭 一定成佛 但是 什麼時候成佛 時間不一定 揭供成佛道 可是你那個土 就像我們上次講的 你那個土 你要往下挖 你要往下挖 你要找水的話 你如果還是乾土的時候 就時間還很久 你如果發現那個土 已經濕濕濕濕的 就很快到了 那我們現在沒有往下挖 你如果往上面再加土 再加土 你們今天去清水源 那水就出不來 那為什麼你往下挖 可是有沒有水呢 有 你只要聞到法華經 法義的話 聞到這一層因果的內容 一粒耳根永迴道種 你今天聽的這部經 送的這部經 聞了一個法 有一個水洗心 因因一見洗力下去的時候 這個事情 這一件事情 生生世世 永遠有效 就是不會喪失的 因為這個是 無露 不思議 不生滅的 金剛種子 它永遠會跟著你 跟到 無量結之後 它也不會消失 這叫做一聖因果為中 下面變用 什麼用呢 斷移生性 本經的用 因為靠著一層因果的修行以後 你會得到什麼利用 什麼利益 什麼效果呢 可以斷移生性 那這個的疑是什麼疑呢 這個疑就是說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嗎 我可以成佛嗎 二聖可以成佛嗎 這個疑或完全會透過法華經裡面 所說的教理完全消滅 完全除掉 所以能夠生起根本信心 大性 斷大乙 生大性 生本地的生性 那藏教通教呢 是起偏真之性 就是它是偏在空的性 它的性是偏在空的 空性滅盤的這個部分 因為它沒有斷無明 它看不到真理 看不到實相 那別教是斷淨乙 它已經開始呢 會有一點花開 看到一點點的果 但是不究竟 不生遠性 真正得到究竟的是 原教法法裡面 生本地之生性 就是能夠知道說 眾生成佛有份 這個是誰說的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說的 也就是受祭 你會成佛 我們現在不是說 往生有份 現在更提高一層就是什麼 成佛有份 那如果我來跟你說 維倫你成佛有份 你說的哪裡算 現在不是 現在是法法說的 在法法裡面 經文方便品裡面講說 若有文法者 無意不成佛 這佛說的 經不能變的 不能改的 所以你有文法法的話 你無意不成佛 你不會當一個破例的人 然後我就破例沒成佛 不會的 終究會成佛 本經的功用 若有文法者無意不成佛 所以這是本經的生佑 所以我們現在指 五重懸役裡面 你看到 民宗潤用 跟其他的教典 就是有他特殊性 不一樣的地方 你要知道 這是一層 一層因果 然後能夠斷移 生性 生什麼性 生根本之性 所以在叛教像裡面 五重懸役裡面 就是叛這一部經的教像 釋迦牟尼佛一代十教裡面 講的教裡面 因為有權 有積 所以會有 我們上次講的半字教 滿字教 那法法經是滿字教 講的是原頓 如果以五味 五個味道 就是涅槃經裡面講 因為我們現在喜歡吃東西的話 你吃到什麼味道 那你的法藏到什麼味道 你喜歡什麼樣味道的法 那涅槃經裡面就五個味道 我們知道 華鹽是乳 就是牛奶的提煉過程來說 華鹽第一食是乳味 就是第一個最早的 最單純的 最原始的 所以我們一再說 要知道 世間有講根本法輪 根本法輪是華鹽不是阿涵 我們現在很多大聖非佛說 佛是指講阿涵 不對的 華鹽講的第一食是華鹽時 是根本法輪 那是講乳 然後後來經過提煉的時候 是陸越苑講師阿涵 這就肉 就是你們講的起死 方等的話 是生酥剝熱的話 就是在提煉熟書 到法華涅槃的時候 是提煉 而且講的是無上提煉 那他為什麼一來不講無上提煉 要經過這五十的條 不行啦 要全 一來講無上提煉 我們在一個方便評就有說到 你一來講真實話 有的人不愛聽就離開了 轉頭就走了 你沒有辦法得到法義 所以根據眾生的根基呢 那就可以你當機之法 所以我們現在機言成熟 你可以聽到無上提煉之法 你要把它吃下去 一不得吃下去 你要觀想 釋迦牟尼佛 他這個大法在跟我們通聲灌頂 要提煉灌頂 你本來很迷惑的時候 有人跟你講了當頭棒喝的時候 你就好像什麼 提煉灌頂 那就是恍然大悟 完全了解 不再迷惑 這個就是法華經裡面 所要展示的意義 讓我們能夠有非常歡喜 好像回家自己的本分事 在這個地方完全的顯現 這是法華經裡面 所說的教育內容 我們下次說 製藥品裡面 都是在講這些東西 那翻譯的人呢 翻譯的人是邀請 揪摩羅斯法師 344年到413年 他的經歷我們不重複 因為我們的資料很豐富 還有講任何經的時候 都會介紹他 他是很著名的士大 翻譯師之一 然後七歲的出家 他媽媽也是出家人 所以 這個都是視線的 就是那個 表現出來 為法 在歷史上記載 他的母親 秋池王的這個 王女 他生下邪摩羅斯 他出家 而且他修行非常好 他贈三國 贈到三國的品位 然後他就想要到印度再求法 那母親 那當時呢 秋汝羅斯跟在他身邊的時候 那他已經正到三國 所以他有宿命通 所以他看一看他的兒子以後 他就跟他說 他說我現在要去印度 可是我看看 你的姻緣是應該在正旦 就是在中國的這個地方 而且呢 正旦這個時候呢 應該要方等身教 要開始能夠發揚的時機 成熟了 那你呢 要用這個時間來弘法的時候呢 是你有這個能力 而且是你的 等於這一身裡面的使命 是弘揚大法呢 對你來說呢 這是你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可是呢 雖然弘法可以大展功德呢 可是對你自己本身是非常不利的 對你本身不利 對法有利 那你要跟我去印度呢 還是要去東土弘法 他當時呢 就回答下面我們寫的 朱姆羅斯大師 回答他的母親說 大事之道 立眾望虛 必使大話流傳 喜悟蒙俗 雖身當如獲 苦而無恨 只要能夠弘法眾生 得到利益 能夠開智慧 正涅槃的話 喜悟蒙俗 我就是被那個爐獲所燒 就是放在那個鍋子裡面燒的時候 很苦啊 不是不苦啊 很苦 但是無恨 雖苦無恨 這是他當時說有紀錄下來的文字 我把這個說出來 我們是在講教法的時候 主事大德留給我們非常多非常多 跟我們現在的習器 要檢討的地方 他們都是為法望虛啊 我們為法望虛變成是一個標語 我們是在為虛望法 身體比較重要的法 法是其次的 所以為法望虛就妙 妙法蓮花 你為虛望法 就不妙 跟這個法 講得再多都沒有用 也不用到我們為法望虛了 有的時候 我們為公望虛都很難做到 公思兩個不能兼得的時候 我們是取公還是取師 我們打那個鼓的時候 辦公事辦公事 公事辦完辦師事 那個鼓是這樣 咒語是這樣唸的 辦公事 辦公事 公事辦完辦師事 而我們現在是什麼 辦師事 辦師事 事事辦完辦公事 所以我們還是在這個地方輪回 連陰陰都沒上去 所以 《圓潔經》裡面講那個 自生病裡面第一個就是我 要去我職 講了半天 很難的 所以 要講原因原果的時候 從這個地方建立起來的時候 要看到為法 隨喜法 隨喜法的時候 對自己的那些私人意見 私人的身體 私人的財產 私人的毛病 全部通通要捨下 包括私人的功德都不可以執著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非常快的 把這個《無從玄域》跟各位說完 就是《妙法良化經》裡面講的是什麼 十項為體 一層因果為中 斷移身性為幼 如果我們有一體的話 你要依著一層因果下去修 一層因果是什麼 原因原果 在因地上就是修佛因 在果地上得到佛果 所以一層南謀佛皆供成佛道 口頁一層南謀佛 你的果雖然還沒開瓜 果還看不到 但是已經有了 你的佛號唸下去的時候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那是一層因果 因該果喊 果測因緣 你在這邊唸一層佛號 西方極樂世界就有一朵蓮花 你唸得越歡喜 那蓮花就一年一大一寸 又不是一大一寸 你若妙是無量大 那這個就是《法華經》裡面所說的 因為它的一身因果就是 建立到不是障瞳別 沒有時間跟空間的這種限制 你這一句佛號你現在唸下去 這個《法華經》現在熏習的時候 不是這一身有用 是身身世世 它都已經在我們的法身會命當中 已經有註記了 所以這個是在講這部經裡面 它的不可思議的功德 我們要深信 不要 你會成佛 你會做佛 我哪裡敢 你說好吧 我敢做佛 但是我像佛嘛 所以我們要學得像佛一樣 那你在佛因佛果上面就要建立 然後在修行的層次上 它到底講那麼深 但是在《法華經》裡面 它教我們修行是從根基 你看它比華言都還往前 華言實信都沒位置 它是實信之前它叫我們從隨習品都送品 說法品就是解說 跟人家講一下 跟人家講這個《法華經》不可思議 要不然我拿錄音調給你聽 這是說法品 然後你進入到法旗裡面 就會內修觀照 外形懺悔 這個就會走向一步一步 我們看到天台中的主師大德 他們在實踐力上面的那種功德 跟那種勇猛是我們望塵莫及的 我們後面會介紹 從會師智者一直到後來的 世民之禮 慈雲燦祖 這一些主師大德 他們的那種教理之精深了解 一心三觀的那種觀照力 然後他們真正的下去那種 衛法旺曲 每拜一次燦 天台很重視燦法 每拜一次燦就燒一次身體 燒一個手指 燒到後來十個指頭剩三根 三根做什麼 寫盲筆字跟雅結緣 寫那個字還很漂亮 還很莊嚴 這個是紀錄上這樣說 包括到偶一大師 偶一大師也是天台子孫 病得要死 可是還是白燦然後燒身 因為衛法旺曲在畫法經裡面很重要 他們不燒身必供養的話 你不是真的修行的人 所以他們就如實的下去真正的修行 我們沒到那個程度 還是先從禮上下手 所以今天講的就是 蓮花之廟 廟在於它這個全食本集裡面 有三個過程 看我們透過原來的教禮 中間的開 然後後來回到 最終要回到食本的這個地方 然後了解全食是不餓 本集是不餓的 因果是不餓的 是同食的 這是廟法之所在 那這些都展現在什麼地方 畫法經裡面非常的精妙 展現在陰念當中 當前陰念全部具足 所以這是法之廟 我們必須要去把它開展出來 要不然你都觀得緊緊的 閉色不通 所以看到蓮花 我們必須要有這些觀照 最後做一個黃珀詩 來做一個總結 他有一個詩 所謂 心如大海無邊際 廣直敬蓮養身心 自有一雙無視手 為作世間慈悲人 所以我們喜歡蓮花 用蓮花來養身養心 看到蓮花不只它很漂亮 要知道蓮就是心 心 心蓮 在心裡面種蓮花 心花 你要躲躲開 要開旋顯示 自然就呈現妙法 由蓮花來呈現妙法 那麼這一首詩呢 世間人很喜歡 所以把它拿去做什麼 潛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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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人在問說 哎呀我去廟 去問事情 結果去挑到這個 心如大海無邊際 廣直敬蓮養身心 自有一雙無視手 為作世間慈悲人 我又沒有讀過廟法蓮花經 也沒有聽過廟法蓮花經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你來拔詩拔詩拔給我看 他在跟我講聲 要問什麼 就去問 這是他寫出來 說他不知道我抽到這張籤 他到底在講什麼 那個解籤的人一看 哦 他說 心如大海無邊際 他告訴我們說 你的心最近很浮 波浪起浮 然後颱風要快來了 很多事情不穩定 你看搖無邊際都是這些波浪 廣直敬蓮養身心 什麼意思 不要浮了 好好靜下心來 要定下來 敬蓮要養定下來 只有一雙無事手 為做事件慈悲人 他說你要爭慈悲的時候 不要管閒事 事情不要插心罪 這個是解籤詩的人 這麼一說的時候 我看到以後 我只有四個字說 嗚呼哀哉 我們的廟法蓮花經 黃珀斯 叫人家修心觀心 怎麼會變成這樣的解釋 慣為流傳 所以用這個來解釋 就是說 我們真的要做 入室弟子 你聞法聽教訊息 觀心為要 善有為一 你要有好的善知識 來指導你走正確的方法 原教 觀不思議敬 一成因果 那是最高頂級的 沒有辦法到頂級 你也從障教下手 障教下手的第一個是什麼 關正因緣跟邪因緣 正邪要能夠分辨 如果我們正邪都不能分辨的時候 不要再講什麼全時 本經因果 完全摸不著編輯 所謂教法要訓 但是 教法能訓 要訓得很歡喜 其實祖師大德 很多在這裡面 得到很多的受用 我們呢 眾不能藏一滴 你要看一看 你不看一看 你至少也要送一送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 謝謝 康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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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